刚才玩手机 突然我妈进来了 我立马在桌上拿出几本书拿着笔 装作做作业的模样 我妈问我 高考完了还有作业吗 突然我才想起来 难堪的说 没有 我就是看看 今天途经菜市场看见有新的蒜苔 看着很新鲜 禁不住想买点 旁边一个阿姨也觉得蒜苔不错 丫头 要不然咱一人买一把吧 我连说好 阿姨让我先称蒜苔 我称完称傻眼了 十五块 阿姨看着我付款完 她连忙把蒜苔放下了 吃不起 吃不起 然后选其他菜去了 我是不是遇上菜拖了 有客户要来公司参观 老板让我去买点饮料 我叫了新来的实习生一起去 我替公司买东西喜爱 占小便宜 多买了两罐红妞 给了实习生一罐 结账时顺手又拿了两盒套子 给了她一盒 后来客户到了 是几个阿姨 实习生把套子塞到我裤兜里说 这活我不干 今天我和我妈斗嘴 吵着吵着我觉得我在这个家没意思 我和我妈说我离家出走 我妈沉思了一会儿 我刚出门 孩子等一下 我哭着说 妈还是你好 下楼帮我顺便扔下垃圾 姐姐回娘家了 深夜悄悄地换了姐姐粉色的睡裙 轻手轻脚悄悄爬上了姐夫的床头 赤热的唇在姐夫耳边说 姐夫 你看我比姐姐亮丽不 姐夫猛的一惊 小舅子 你干嘛 那年第一次去女友家过年 醉酒了还感冒 女友说酒后不能吃感冒药 拎了一开水瓶的水让我喝光 光喝水喝不下 晕晕乎乎地把一包干木耳当饼干就着吃了 醒来后特么肚皮胀的怀孕了一样 打个格就样出一朵木耳在桌上 老婆全家人都看呆了 好 好